选土重来战速敌林玉芳叹 国民党向丐帮没资源 对我来讲这是如临大敌 当然一定要叫我抢救 才有办法对抗这样的 台大势大的这样的一个对手 林玉芳够上 林玉芳够上 玉芳 林玉芳 放下 放下 林玉芳 选战进入倒数 国民党老将林玉芳 在台北市第五选区中正万华 对上舞党级立委候选人林长佐 林长佐在年轻族群的高人气 加上民进党加持 侠带着庞大资源 让林玉芳陷入苦战 因为对方的资源实在台风配 你如果把我的选区 整个绕一遍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看板 大概是我的三倍 你看他在凯道前面 办一场演唱会 光是灯光舞台这样的布置 内行人都知道 光那个部分就要花几百万 所以他办一场活动 大概够我办大概失踩 民进党就全力在帮他忙忙 就某一点来讲 他等于是民进党的地下党员 蔡英文 苏贞昌 每一个民进党政府的大人物 都来这里帮他助选 我们现在是个在野党 我们不像民进党 拥有这么丰沛的 政治的 经济的 财政上面的这样一个资源 国民党只能出人 没有办法为我出一毛钱 国民党大概没有办法给什么钱 国民党现在是该帮 他自己都要去借钱才能生存 他哪怕给我们什么钱 除了资源不足 林玉芳也表示 国民党把推降吴思淮 列在不分区 连带冲击到其他候选人选情 尤其是吴思淮 简直认为是捡到了 捡到了炮 而不是捡到枪 认为可以用吴思淮 抹黑林玉芳 抹黑国民党的任何的候选人 吴思淮今天如果他的行为 有什么错误 那坦白讲 社会自由公论 支持吴思淮就是捡林玉芳 我觉得这不是很好笑吗 剩下最后几天 林玉芳全力冲刺选情 和几位蓝营大咖共同造势 希望能拉抬自己身世 哪怕上去个两分钟三分钟 都可以跟底下这么多人 十几二十万人打招呼 那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就目前情势来看 林玉芳不敢大意 表示自己会努力到最后 实力的对比 都几乎是无论 输赢就是几千票 所以一定要用非常谨慎 小心的这样的心情 来竞选 才有可能会获胜 追踪新台报道